我們看看這一題,2012年的第32題 是這樣說的,如果現在 它就顯示了這個relation of 這個lock wire base 3 和這個x 如果這個是他們的linear function 但如果我們去一個x和y的曲線上的話 問回你,在曲線上他們的表達是怎樣的 其實在做這一類題目的時候 我們如果不用傳統的做法的話 實際上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我們會抓住兩點的左標 分別是 這點和這點 如果在這兩點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when x等於0 sorry, when x等於-2 我們平時說 x等於-2的時候 y的座標是0 但今天我們不是計算y 我們是計算什麼 y軸現在是lock y給3 所以當x是-2的時候 lock y base 3是0 所以 我們今天就有lock y base 3分於0 但我們現在不是想要lock y base 3 我是想要y 如果我們要解決這個y出來的話 就像土撥鼠一樣 推它上來 那就會有y等於3的0次 即是1 即是說實際上 實際上當 x是-2的時候 y的座標應該要是1 我們用這個座標 你們也記得試一下 當x是0的時候 我們會有lock y base 3等於4 當x是0的時候 lock y base 3是4 所以會有y等於81 3的4次是81 OK 其實做了兩件事 我們就會看到 如果現在我們有y等於 mn的x次 我們只要想回 當x是-2的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x和y的世界 當x是-2的時候 y應該是1 所以 代替上去 我們會有1等於mn的-2次 接著再把0和81 那為什麼是0和81 因為我們回到x和y的世界 當x是0的時候 我們會有y是81 但是看回 任何數的0次都是1 所以m就是81 那m是81 81又如何 那我們就代替上來 我們會有1等於81n-2次 所以1over81 就是1overn² 所以n²等於81 n就等於9 就是這樣 那你可能會問 我們平時不是說 左右square 然後它要加正負 那你先看看 我們今天答案是c 那你會成功圈到答案 你會發現這個方法是挺簡單的 那先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說 不用考慮n是負數的呢 因為你記住 在我們dse的syllabus裡面 這個n是個基礎 我們基礎只有兩種情況 case1就是 我們的n會大過1 那case2就是 n會在0和1之間 那今天講話有點吃螺絲 n就大過1 或者n會在0和1之間 所以我們不會有n是負數的這種可能性 那當n是負數的時候 實際上來說 它會是一條上下發來發去的線 那這個dse就不會考到 這個方法應該算簡單的 那記住我們的做法 就是看著圖 看看當x這個位置是什麼 有時候呢 你會發現 y軸和x軸都不是 都不是我們平時見到的xy來的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可能y軸又是locky base dude 這個又是lockx base dude 那其實那個做法一樣 就是你將它由lock的世界 帶回來x和y的世界 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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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